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把18年的这个综合题的节选部分 给大家讲一讲 这里边有一组资料涉及到内部租赁业务的抵消处理 因为涉及到准则的变化 我就把那部分资料给拿掉了 甲公司是一家上市集团公司 持乙公司80%的股权对它具有控制权 持丙公司30%的股权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206年及207年发生的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那这里面就有几个故事啊 两个呗 一个呢是母公司跟他的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故事 还有一个呢是跟他的联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故事 那这里边乙公司呢就是子公司 这里边的丙公司呢就是联营企业 注意在考场上啊 如果故事比较多 主题比较多的话呢千万别乱 要稳住 第一 206年的6月8日 甲公司将生产的一批汽车 生产的一批汽车那是他的存货 销售给乙公司是谁呀 乙公司这不是他的子公司吗 这是集团范围内发生的一个内部顺流交易 售价呢是售价是600万 汽车呢已经交付款项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的话呢就确认一个应收账款 如果到资产负债表日款项还没有结清 就需要把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给抵掉 那应收账款这方呢还可能提坏账也要抵掉的 好了该批汽车它的成本是480 20某6年底呢 甲公司对尚未收回的上述款项 多少 600呀 那么具体坏账准备是30万元 所以有一个抵消分论 带信用减值 损失要进一个应收账款一杠坏账准备 同时呢 这是20某6是吧 还要把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给抵掉啊 如果一点都没卖的话 全都留下了 作为存货借营收带营成本带存货 接着往下面看20某7第二年912日 叫912日 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600 那也就是说呢20某7年边合并报表的时候呢 针对这个业务就没有 就没有内部债权债务要抵消问题了 乙公司将上述购入的汽车作为行政管理部门 固定资产于当月投入使用 6月份确认固定资产就意味着7月份开始 具体折旧啊 那么折旧方法年限平均 寿命6年 5残值啊 那么我们的抵消分落 借营业收入600带营业成本400% 代方抵固定资产原价 他俩的差额是120万元 同时呢 我们针对这120啊 在当期多提的折旧也要把它抵掉 120除以6年对吗 120除以6年啊 所以当年来讲呢 只提半年的时间 只提半年的折旧 我们要乘一个6十二分之六 借固定资产 然后带方抵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好了第二组资料 2056年7月13日 丙公司将成本是400万元的商品 以5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甲公司 这是甲和它的联营企业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 个别报表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投资应用权一发 内部交易啊 我们不区分顺流还是逆流 货已经交付 款项已经收取了 说甲公司将上述购入的商品 向集团外单位呢 出卖到外边去 其中呢 50%在20某6年售完 其余的50%呢 在20某7年售完 那就意味着作为交易发生当年来讲啊 内部购进的存货卖到外边去呢 是50% 留在内部呢是50%啊 所以呢 有一个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啊 那么我们投资方甲 跟他的联营企业饼 就是对联营企业饼确认投资收移的时候 要在饼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之上 把未实现的这个内部交易损益呢 给他减掉 上上50%的部分来减 好 20某6年度呢 这里边联营企业饼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是3000万元 要对他进行调整 那20某7年呢是3500万啊 注意20针对这个内部交易 20某6呢是调减 20某7呢是调增 因为某7年 剩的那一半全都卖到外边去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资料 我们应该能够猜出来 它就是单纯的考我们权益法的这个处理 好 第三组资料 20某6年8月1日 甲公司以9000万元的价格 从非关联方购买丁公司70%的股权啊 又来一个故事啊 我们刚才说至少两个故事 至少两个故事 你看这是第三个故事 款项呢通过银行存款来支付 丁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以办理完成 那购买日不就8月1号吗 丁公司可变认净资产的供允价值是1亿2000万元 含原未确认的无形资产的供允价是1200啊 原来没确认 那在报表上就是0呗 现在的供应价呢是1200 可以认为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了1200万元 好了 除原未确认的无形资产以外呢 其余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供应和账面呢 是相同的上述无形资产 系一项商标权啊 你注意企业自己设计的注册的这个商标啊 它的费用成本呢就比较低 设计过程当中也没花多少多少钱 在注册登记的过程当中呢也没花多少钱 所以呢就费用化处理了 但是这个商标权有没有价值啊 如果这个企业名气比较大的话呢 它的这个商标权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有一天被别人买去了 要给我们很多很多钱的 那作为买我们商标的这一方 付了很多很多的钱 是不是就要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啊 讲的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评估增值的问题 采用直线法摊销 预计使用十年无这个净残值啊 把购买日呢确定为2056年的8月1日 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 在假公司合并挖表角度 要补提摊销额加大费用 要调减子公司账面净利润啊 像这些内容啊 我们都得形成条件反射啊 丁公司 2056年8月1日 个别报表 列爆的货币资金 是3500万元 全都是现金流量表准则里边 定义的现金 那列爆的所有者权益总额呢 是10800万元 所有者权益各个项目都给了 实收资本一个亿 资本 资本攻击零 没有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80万 未分配利润呢 720万元 给这干嘛呀 后边让我们编制合并报表的抵消分路啊 那你起码要把甲公司对丁公司的长期股权 投资跟他的所有者权益抵消掉啊 给了所有者权益 注意丁公司个别报表 个别报表当中 2096年8月1日起呢 到12月31日值 就是合并以后 到当年年底 890 11 12 890 11 12 一共5个月的时间啊 那么他实现的账面净利润是180万元 账面净利润啊 我们要进行调整的 因为投资时点 购买日有什么 贫不增值啊 好了 20某七年第二年呢 账面净利润是400万元 我们也要进行调整的 好了 那么其他资料 第一个本体所涉及的销售 购买价格是公允的 20某六年 以前 说假于子公司及子公司相互之间 没有内部交易 你就不用考虑说内部交易啊 上一年的内部交易 下一年还得重复编制啊 之前没有 假公司及其什么呀 子公司与联营企业之间呢 也无关联交易的啊 那么个别 就是个别报表 对联营企业应用权益法的时候 你也不用去考虑 说以前如果有内部交易 到下一年实际上呢 那么还得往回家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只考虑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涉及到的就可以了 第二呢 假及其子公司 按照净利润10% 提法定应用攻击 第三呢 假及其子公司联营 企业在个别报表当中 已经按照准则规定 对上述业务进行 快捷处理了 好了 不考虑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啊 那这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看到的 这里边有一个评估增值啊 如果给定所得税税率25%的话呢 合并报表上子公司资产评估增值啊 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还得确认递严所得税负债呢 我们这个就不考虑那些烦心事了 要求第一问 根据资料2啊 计算假公司20某6年和20某7年 个别报表当中应当确认的投资收益 前面资料2呢 是第二个故事 是对联营企业 讨我们权益法的调整 这个就太简单了 那么来吧 看一下答案 假公司20某6年个别报表 应当确认的投资收益啊 对联营企业的 那么它的账面净利润呢 是3000万元 那给定的 我们有一个什么调整啊 有一个内部交易的调整 400卖500啊 500减400 然后留下多少 留下50%呗 那减掉500和400的差额 乘50% 那么然后再乘 持股比例30%就可以了 885啊 好了这是20某6 那20某7呢 上一年内部交易 留下来的损货 下一年卖到外边去了 所以呢在它账面净利润 3500的基础之上往回加呀 加什么呀 500减400的差额乘50%呗 好了 那么再乘30%的结果 1065万元 好了这是第一问 非常容易 回头看第二问的根据资料 3啊 是第三个故事是吧 计算假公司购买丁公司股权产生的商欲 用合并成本 就是我们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付出去的对价就是现金 这好办了 减掉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运价值乘我们的持股比例啊 来 9000万元是合并成本 购买日对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运价值是1亿2000万 直接给了 直接给了啊 这个题呢 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直接就可以用了 又拿成70%把它减掉 600出来了 如果这个题 考所得税的影响 因为有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啊 那这个评估的增值 会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 要用评估增值的金额成25%啊 代帝延所得税负债借资本公寄 这样的话呢 负债增加净资产就减少了 因此呢 你在原来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公允价值的基础之上 还得减掉一个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就是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金额成25%啊 这才是什么呀 考虑所得税影响以后 对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们这个没那么复杂了 好了 这是第二问 我们也做完了 第三问呢 根据资料3 说明 甲公司支付的现金 在2056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当中 列爆的项目名称 值得不 这个考的就比较细致了 是吧 购买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如果这个名字啊 实在实在是想不起来 你就说它的大类 这是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死马当活马一 你不能在那放挺啊 万一出月券人善良 再给你一点粉呢 说不好的事 是吧 这个名字告诉大家了 本质上是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按理说呀 应该把它放到投资 取得投资支付的现金里面 但由于我们这个投资呢 是对子公司投资 重要性就比较强 是吧 投资者的关注度呢 就比较高啊 所以呢 我们是把它分离出来 单设了一个项目 叫做购买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好了 并计算该项目的列爆金额啊 由于是合并报表啊 是一个净额 知道吗 是我们付的这个现金 就是现金流出 再减掉一个什么 减掉人家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啊 那是并入到合并报表增加的现金流量 好了 我们看一下答案 这个名称不再重复了啊 金额用9000 我们付出去的 再减掉贷金来的 这个是现金的流出 这个是现金的 流入啊 那差额呢 是5500万元 好了 看看第三问 我们也很容易就做完了 回头呢 看第四问 根据上述资料 说明 甲公司在其206年度合并报表当中 应当披露的关联方 名称分别 不同类别的关联方 简述应当披露的关联方信息 这一问啊 在当年的考试当中 对有一些考生来讲 给他打一个措手不及 为什么呀 没准备呀 说关联方这一部分呢 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哪了 关联方关系的认定了 因为这个是每年必考一道选择题的 而对于关联方披露的具体内容 很多同学呢 就把他战略放弃了 或者说呢 没有去重视他 你看看就考咯 所以CPA考试啊 真的是这个雨露均沾 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准备才行啊 当然如果说有盲点 抽到的这个题呢 有一些 比如说像主官帖 有的问呢 他的这个内容 就是没有复习到 千万不要 这个空着呀 一定要能写多少 写多少 韩信点兵多多一少 混点分 没准呢混个一分 有59就变成60了 好了 按照关联方披露的这个准则呢 是这样的 我们要进行表态披露的 如果是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啊 不管有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都要披露子公司的相关信息 包括他的名称 注册地呀 等等 注册资本之类的 简单的说 姓谁名谁 家住何方都要在付出当中说 因为母子公司这个关系太特殊 投资者关注度比较高啊 好了 如果不是母子公司这种 像连营合影 没有发生关联交易的话 就不用说了 如果发生关联交易的话呢 要进行表态披露 披露关联方关系的类型 交易的性质 交易的要素 交易的性质呢 比如说是购销啊 是担保啊 还是其他的 那么交易要素呢 结算的金额等等 价款之类的 好了 这是第四问 那么我们看一下答案 甲公司在家里某六年度 合并报表当中 应当披露的关联方有这么多 就是乙公司是子公司 丁公司是后来收购的 也是子公司 那么这个饼呢 是联营企业了 那么注意对于乙公司和丁公司 这不子公司吗 应当披露子公司的名称 业务的性质 注册地 注册资本机器 变化等等 那这个你说你能答出来吗 可以说大部分同学是答不出来的 好了 母公司对该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和表决权比例等等都要说的 那么对于丙公司来讲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联营企业 我们应当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 当然官方的答案到这会儿就结束了 其实官方答案也是不完整的 不能只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啊 因为有关联交易啊 还得披露什么呀 还得披露交易的这个类型 交易的要素呢 好了 第四问 第四问我们就说完了 第五问呢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 与甲公司20某七年度合并报表 相关的调整分路和抵消分路 前四问呢 应该都比较简单 如果说都复习到了 包括第四问呢 也比较简单 因为都是文字的东西 没有很复杂的计算 也没有很复杂的分路的编制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么第五问呢 就比较耗费时间了 虽然我们编相关的分路啊 而这个这一问 你看看它是怎么问的 它是说相关的调整分路和抵消分路 就比较要命 碰到这种情况呢 哪把你会的呀 有时间的话呢 都写上 是吧 那么这里面包括调整分路 包括抵消分路 那么调整分路有哪些呢 因为这里边收购的哪家公司啊 收购的丁公司啊 就是第三个故事啊 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购买日呢 有一个无形资产的评估增值 是不是要进行调整啊 我们要借无形资产 带资本攻击 同时呢 到当年年底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 要补及谈销额 我们要带无形资产 借什么呀 管理费用啊 那到第二年呢 也是这样的 要补及谈销 带无形资产借管理费用啊 那么这是子公司 个别报表的调整 还有母公司啊 到合并当年年末的时候 不得有成本法改权予法吗 我们收购的这个丁公司 新收购的这个丁公司 不得有成本法改权予法的 这个调整分路吗 这是两组调整分路啊 那请问抵消分路呢 你说吧 抵消分路啊 当然就包括我们新收购的 这家子公司 那他的所有的权益都给了 那当然包括什么呀 20某七年度的是吧 20某七年度的 就是当年年底 看一下我们收购是哪一年 收购呢 是发生在20某六年 发生在20某六年 人家问的 看一下是哪一年 人家问的是20某七年 第二年 连续编制合并报表 这种考法呀 就增加了大家答题的难度 而且这种考法呢 很高大上 为啥 直接考第二年 我问你考第二年 第一年的你会不会 你第一年的要不会的话 第二年你不可能会吗 所以呢 如果直接考第二年 相当于两年都考了 因为你得在草稿纸上 把什么 把第一年的分路写出来 或者说如果你很熟练 为了节约时间 你脑袋里面得过一遍 第一年的分路 你不过第一年 那第二年不行啊 第二年得在第一年的 基础之上来做呀 那直接考第二年了 直接考第二年的话呢 因为我们新收购的 这家丁公司 这家丁公司啊 购买日 因为给定了它个别报表上的 所有的钱各个项目 那我们就应该编制 到20某七年年底呀 长期股权投资 跟所有者权益的抵消分落 还有呢 投资收益和利润分配的 抵消分落 那么有同学说 那这我编不出来呀 题目当中他并没有给定 回头看一下 题目当中呢 他有没有给定 我们收购的这家丁公司 注意这家丁公司啊 在20某七年年底 所有者权益的各个项目呢 给没给呢 他没给 他给的是什么 他给的是20某六年8月1号的 购买日子 所以这钱各个项目都给了 他没给20某七年年底的 那怎么办呀 又增加了我们做这道题的难度 你得自己去算 没说有新的投资者加入 失收资本就不动 我问你资本攻击动不动 资本攻击当然要动了 因为有资产评估增值啊 我们要带资本攻击的 盈余攻击未分配利润动不动 你自己说 肯定动啊 因为后边不是给了吗 当年有八九十十一十二 五个月的时间 给人家赚的这个净利润了吗 赚净利润 这个法人报表上的这个净利润啊 要按照10%提法定盈余攻击啊 盈余攻击变了 那未分配利润呢 我们能够算出来呀 用年初的购买日的 加什么呀 加上这个 我说直接说合并报表上的 抵消分路当中的这个未分配利润啊 不是他 这是个别报表的 那么合并报表是怎么来呢 我们是在购买日的这个720的基础之上 进行调整 加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算到第一年年底的 加第一年调整后的净利润 为啥说调整后的净利润呢 因为有评估增值 无性资产补提摊销 要对这个180的进行调整的 知道吗 那如果说算到第二年的呢 你还得加上什么样 第二年调整之后的净利润呢 然后再减掉什么东西 两年提的盈余攻击 提的盈余攻击用法人报表上 原来的净利润算啊 如果说后边又有分红 分红也得减掉啊 初题人够善良了 没说有分红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算出来啥呀 就能够算出来第一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底 合并报表角度 子公司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 所以呢 就能够正常的把谁变出来 把那两组大的年年考的分落 长投所有的钱的抵消 投资收益利润分配抵消 这两笔分落 你变出来 好了 还要变啥 接着分析啊 调整分落说完了 抵消分落也说完两组了 还有啥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去想啊 就是 这里边不是有两个子公司吗 一个呢 是那个丁新买来的 还有一个之前就有的 一个乙役 他俩之间不是有内部交易吗 还要把内部关联交易给他抵掉 这个题目 所以呢 拿到这个题目 我们修炼 我们训练到啥程度呢 就是分析题目的过程当中 读题目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大概猜出来 他要考我们什么 然后后面呢 我们看他具体要求 有问题的时候呢 看完之后 闭上眼睛 脑袋里刷过一遍 拿些分落 第一步做啥 第二步做啥 就妥了 修炼到这种程度上考场呢 准过了 来吧 第五问 第五问呢 讲公司阿里某七年 合并报表 于已公司股权 就是原来老 原来就有的 原来的那家自公司 之间的什么呀 调整抵消分落 那这就只有啥了 只有内部交易的抵消了 有人说 跟这家子公司 是不是也得做长投 所有者的钱抵消 投资收益利润分配抵消啊 你没法做呀 因为他没给相关的信息呀 没给已公司购买 那是哪年收购的 购买日他的所有者的钱等等 他都没给 你就别操那份信了啊 他也只做内部交易的 内部商品交易的 那么交易发生当年呢 有一个内部交易 就是480 汽车吧 480卖600呀 那么480卖600吗 就是600减掉480 这是固定资产 原价当中包含的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那么第一年咋底的 交易发生当年 借营业收入600 带营业成本480 带固定资产原价 是120了 这个分入啊 你说到第二年的时候 咋做呀 抄过来呀 把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就完事了呗 所以借年初未分 我们带固定资产 是120万元 同时呢 注意交易发生当年 这个原价当中 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120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啊 要把个别报表 补提的折旧给抵掉 就是这120除以6 是每年的 因为6月份交易 确认固定资产 7月份开始提折旧 半年的时间 乘6十二分之六 那么就把个别报表 多题的这个折旧金额呢 给算出来了 有这一差额120 在当年多题的折旧 算出来了 金额是10啊 借固定资产 上一年咋做的 代方是充管理费用的 到下一年呢 把管理费用换成 年初未分配利润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第三笔分路呢 是针对 这两笔都是超上一年的 然后替换 真正属于第二年当年的是这个 把第二年个别报表多题的折旧底调 就是600-480除以6了 就是一整年20 借固定资产贷 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甲和乙之间内部债权债务的抵消啊 上一年呢 有多少呢 有30万元的坏账要抵消 上一年的分路是借应收账款 贷什么 信用减值损失 那你说下一年呢 得把信用减值损失换成 年初未分配利润啊 同时呢 由于下一年 款项都已经结清了 告诉我们 钱都收了 那就意味着没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 这个抵消问题了 对不对 第二年还有没有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的抵消问题了 没有第一年有 但是这个题让我们编的是什么呀 让我们编的是第二年呀 那就没了 那但是呢 还有一个啥问题 你看啊 第二年呢 把钱收回来了 双方呢 款项都已经结清了 那就意味着个别报表债权人这边 要对之前计题的坏账准备做转回出来 你想啊 他坏账准备的转回是咋做的 个别报表 是借坏账准备 带什么信用减值损失 我们在合并报表上呢 根本就没有减值啊 就要把他个别报表转回坏账那个分路 给他抵掉 反向抵 那就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应收账款一杠坏账准备 一杠坏账准备可以不写 好了 那么这个是对 对原来就有的这家子公司之间内部交易的抵消 那下边是谁呀 和新收购的这家丁公司相关的调整抵消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先做一个评估增值的调整 借无形资产带资本公积一千二 那么接下来呢 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 补结 贪消额呀 问的是什么呀 第二年 那两年直接下来带什么 我们先看借方吧 上一年的一千二除以十乘十二分之五 那前面说过了五个月嘛 这个结果是五十啊 你说上一年这五十咋做 是吧 带无形资产借管理费用啊 那么下一年呢 得把管理费用换成啥 年初未分配利润呗 好了 那么当年呢 补提的贪消额 一千二除以十年就行了 一整年 金额呢是一百二 我们借管理费用 那么代方合计数一百七 无形资产啊 如果你愿写一杠 累计贪消 那最好 不写也不会扣分的 好了 说我写了 他会不会给我加分 美着你吧 来 那么接下来 对长期股仙投资 做权益法调整 两年一起来了 上一年呢 人家的账面净利润一百八啊 前面给的 账面净利润一百八 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 补提摊消额 就这五十 上一年加大管理费用了 是不是要调减上一年的净利润啊 因此呢 一百八减五十乘百分之七十 这个结果九十一啊 上一年咋做的 上一年呢 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投资收益啊 那么下一年 得把投资收益 给我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好了 第二年当年的账面净利润呢 是四百啊 那补提摊消额 加大的管理费用 这不在这儿呢吗 这不一百二吗 费用增加 净利润减少啊 四百减到一百二 差额乘百分之七十 那么这个结果一百九十六 带投资收益啊 那加起来二百八十七借长期股权投资 两年一起来的啊 是累积的权益法调整 好了 抵消分落两组啊 先做第一组 长头跟所有的权益的抵消 那这个长头呢 一定是按照权益法调完之后的 长本法下是九千 就是当初的合并成本 我们刚才这两年下来一共调了多少 二百八十七 那就加上呗 结果九二八七 带长期股权投资 好 那借方呢 要把子公司第二年年末 所有的权益的各个项目都给抵标 好了 实修资本一万没变 个别报表直接拿来用了 资本攻击它原来根本就没有 我们评估增值呢 有多少 一千二 那借资本攻击一千二啊 再来盈余攻击啊 注意购买日它给的是八十 购买日十点 它给的是八十啊 那么随后呢 这两年啊 第一年 只剩下五个月了 人家赚了账面净利润是一百八 盈余攻击就按照这个算 是一句 盈余攻击是一句法人报表 是一句账面净利润 成百分之十啊 我们再加上第二年赚了多少啊 四百啊 净利润啊 成百分之十 你看看 这盈余攻击一百三十八 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了 再来 那么这个未分配利润呢 第二年年末 合并报表口径的数字啊 注意啊 我们是在个别报表购买 我们是在购买日 个别报表七百二的基础之上呢 进行调整 在这个数的基础之上 怎么调呢 加上第一年 也就是剩下的那五个月 赚的调整后的净利润 一百八减掉五十 应该不陌生 一百八减掉五十 不就这个吗 就是第一年调整后的净利润 减掉第一年提的盈余攻击在这儿 那不就增加的未分配利润吗 加第二年赚的账面净利润四百 减掉一百二 这叫调整后的净利润 这两个都是调整后的 都是调整后的净利润啊 再减掉第二年提的盈余 攻击四百成百分之十啊 那不就是把第二年年末 合并报表口径的未分配利润数字 算出来了吗 那这个结果呢是1072啊 好了 那底呢是吧 难吗 实话实说 没那么难是吧 真的是真的是没那么难 客观点说 因为你细心一点把套路 首先把套路搞清楚 然后细心一点 没问题的 再来 那么我们代方呢 底出来一个少数股东 权益啊 这个少数股东权益呢 其实就是啥 就是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合计数 这里面都有了 加起来成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结果3723 好了最后差额 到底谁呀 商欲是600啊 跟我们前面有疑问 按照公事 算的商欲呢 对一下在这呢 那么对上了吗 心情大好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借着这个大好的心情呢 赶紧把什么 赶紧把第二组分落 也给编出来啊 这叫一股作气 好了 这个怎么做呢 借方三个 代方 没有分红 代方两个了啊 那么借方有一个年初未分配利润 大家千万要注意 我们是在第二年编合并报表啊 知道吗 合并后的第二年啊 那么这个年初未分配利润 其实是什么 我问你 它是不是个别报表上的不是 是上一年年末编合并报表 抵消分录里边的那个年末未分配利润 是合并报表口径 我们抵消分录里边的那个年末未分配利润 上年年末不就是本年年初吗 要这种勾计关系啊 好了 这个怎么来算呢 还是从购买日开始啊 这720是购买日的 是吧 购买日的 购买日个别报表的720拿来 在这个基础之上调整 加什么呀 第一年还有三个月调整后的净利润 再减掉第一年提的什么 盈于攻击 我说提盈于攻击是用什么 账面净利润提 这样的话呢 就把第一年年末合并报表口径的未分配利润 给算出来了 好了 那么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两个 投资收益呢 是权益法确认的 在哪呢 前面有算过 这不在这什么196吗 用调整后的净利润 400减120乘70% 那么我们用400减120的差乘30%就是谁了 那就是谁了 提的盈于攻击是这个400乘10% 第二年账面净利润不是400吗 乘10%多少 40啊 然后最后的差额给我倒挤啥 倒挤这个年末未分配利润1072 挤出来的结果呀 看看跟我们上一笔分落借方的未分配利润1072是一样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展示你的规定动作了 微微一笑啊 基本上今年的考试呢 就大功告成了 好了 这个题呢 咱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关于 革命报表层面调整分落 和抵消分落的编制问题 我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